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侵犯的感觉并不陌生 自从40年前 父亲犯下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 他的照片被曝光后 他的生活就成了别人倾到恶意的垃圾桶 他淡定地扔了衣服 洗了澡 一个人去医院检查了性病 因为不想耽误工作 他拒绝斥阻断药物 他给家里换了锁 买了最强力的防浪喷雾 晚上抓着斧头睡觉 无数次幻想给强奸他的人已狠狠反击 几天后 他才云淡风轻对密友宣布 我被侵犯了 语气就像说我被蚊子咬了 别人嘘寒问暖 他却忙着点菜 他不想报警 他对外说 自从父亲那时候 他厌倦了跟警察打交道 其实他只是讨厌扮演受害者 几十年前他就知道根本没用 不如把时间用在正事上 他手下的游戏制作团队正进入攻坚末期 会议上他指出不够黄 不够暴力 几十年前他从出版业转到游戏业 做得风生水气 虽然直接提意见会让团队带头人不快 但更多人还是服他 就在他以为要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 一条短信出现 对你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 你很紧致 他猛然意识到那事还没翻篇 生活一下子被打乱 人际关系也警报频出 被关无期徒刑的父亲申请了假释 几十年前的案件重回工程事业 母亲被路人扔了披萨 米歇尔跟母亲之间 除了定期送支票外并无联络 母亲沉迷整容 用米歇尔的钱包养了一小白脸 最近打算跟人订婚 母亲想让米歇尔出席父亲的假释听证会 米歇尔直接拒绝 她是个好人 只是机缘巧合变成了恶魔 母亲小之以理动至疫情 她刚生了一场大病 你看她那张憔悴的脸 我呸 米歇尔才不吃圣母那套 父亲犯下的罪几乎毁掉她的一切 如今好容易重建人生 她不想再与过去有任何纠葛 她懒得演那些烂俗亲自救赎戏马 一句话 反让老娘不爽地通通滚蛋 就像跟她打过一次炮的闺蜜的老公光头哥 米歇尔早已厌倦 就用废纸篓帮惊虫上脑的这回解决 儿子小米也不让她安省 半年前小米还是个又卖大麻又打架的垮掉的青年 最近交了女朋友 洗心革面去快餐店打工 又因为女友怀孕 跟米歇尔借钱租房 小米的改变固然不错 但米歇尔看不惯她女朋友乔西 一个交过无数人男友的所谓艺术家 在米歇尔看来艺术家这词约等于神经病 但不管米歇尔怎么说 小米就是不跟乔西分手 还说米歇尔看不到自己的改变 什么改变 米歇尔只看到乔西张扬舞爪跟自己互呛 不顾自己在场怒斥小米 以及生了个跟小米完全不像的黑娃娃 尽管如此 小米还是坚持和乔西在一起 并坚称那黑娃是自己儿子 这段日子回忆让米歇尔高兴的 就是新搬到对面的邻居老王夫妻了 夫妻俩都是虔诚的教徒 老王是银行经理 妻子是社区委员会的 经常热情倡导垃圾分类 一次米歇尔家见了小偷 老王帮着抓小偷没抓到 王太太就让老王陪刚回家的米歇尔检查家里 这让米歇尔好生感激 老王高大帅气 那之后米歇尔喜欢上了一边用望远镜看老王 一边自慰 米歇尔跟一穷作家结过婚 两人做夫妻时双双出轨 米歇尔找了一有家世的小提琴手 前夫找了一年轻漂亮的研究生 据说那姑娘喜欢前夫的小说 两人离婚的导火索是前夫打了米歇尔 比起出轨 这才是米歇尔最不能原谅的 两人都后悔离婚 前夫听说米歇尔被强奸 立马开车到他家保护他 米歇尔不但不领情 还把他当成强奸犯 喷了一脸辣椒水 是的 离婚后米歇尔依旧在二人关系中占上逢 不仅直演前夫构建的游戏世界完全迈不出去 还邀请前夫的新女友参加圣诞派对 给人点心理放牙签 米歇尔喜欢掌控一切的感觉 那场派对里 他皆都没接母亲带来的小白脸的礼物 跟老王倒是又拉小手又搓大腿的 全部顾王太太就坐在旁边 他此番也未故意做给光头哥看 想让他早点死心 一桌四个男人 有三个曾经或者正在跟米歇尔有关系 就像男人从不掩饰野心 米歇尔从不掩饰欲望 作为一个饱尝人间恶意的人 既然没被整死 就要活得比所有人都痛快 听到母亲宣布要和小白脸订婚 别人都礼貌祝福 只有他拍桌大笑 在荒唐的母亲面前 他忘了自己也是一样荒唐 母亲被他气得说不出话 派对末尾直接中风倒地 就这 米歇尔还怀疑母亲在演戏给他看 并创编他隶属母亲的罪行 任性 一把年纪还装小女孩 把担子都扔给米歇尔一人 让他的童年好生悲惨 母亲死了 米歇尔玩拖了 他有些愣正地回了家 看到卧室灯开着 床单上留了一摊 强奸犯又来过了 但在人前 他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 找地方洒母亲骨灰的时候 前夫谈起一家人 曾在这儿进行温馨野餐 他就说 母亲做的鸡肉沙拉 老害他放屁 正好一同前来的乔西 大骂小米 心烦意乱的米歇尔 索性拿小米撒气 说你清醒点 看看乔西生下的孩子的肤色 根本不是你的 一个被讨厌的母亲 有些似曾相识 一阵风吹过 米歇尔把他妈的骨灰 直接扬了 公司也不太平 这天 全体员工都收到了 加借米歇尔面部的 黄暴游戏视频 就是他们开发中的游戏 米歇尔花了几个小时 冷静下来 立马找了一根 他关系不错的程序员 要他黑进 全体员工的个人电脑 如果查出是谁干的 就给一万块 跟米歇尔谈不堪入目 他十岁时就看着 慈美善目的教徒父亲 用猎枪和土腹棒 杀了二十七个人 他还帮父亲 烧了自家房子 不久 程序员带来消息 在一名员工服务器里 发现了碾牙皮的视频 米歇尔说 这并不是明确的证据 程序员便支支吾吾起来 当晚米歇尔潜入他办公室 检查了一遍电脑 果然发现了 那段视频的素材 原来这视频 是那程序员自己做着玩的 但被一讨厌米歇尔的前员工 偷走发了出去 受制于人 程序员乖乖照做 但米歇尔想看的 只是他有没有割包皮 因为强奸他的人割了包皮 如果米歇尔丢下一句 把那些素材删了 就走了 他无心开除这人 他的报复已经完成了 几天后 米歇尔正查看 刚买的婴儿床室 强奸犯又来了 有了上次的经历 米歇尔全力反击 拉倒婴儿床 砸晕了那人 又抄起剪刀 一把刺过 但扯下头套 竟是老王 对方逃了 米歇尔浑身无力 他曾试图把老王当作执行人 跟他讲童年的噩梦 他也试着在家勾引老王 结果老王一脸不行 他当时不懂咋回事 现在才明白 也许老王只能从侵犯中获得快感 看清了这层 他开始从容多了 反倒是手上缠了绷带的老王 显得十分猥琐 与此同时 父亲申请假释失败 下次申请要等到十年后 也就意味着 父亲可能要被关到死 至今大众都不知道 父亲为啥要杀人 父亲也从未辩解过 只有米歇尔记得 作为虔诚教徒的父亲 在教区的孩子们额头上画十字 引起一些父母的不满 几天后 父亲就默不作声地爆发了 事情太荒谬 说出去也没人信 他想起母亲临终前 要他去看一眼父亲 他去了 对接待他的人说 要在父亲脸上吐痰 因为他受父亲的坏影响太深了 然而 父亲昨晚接到 他要去探望的电话后 就用创单上吊自杀了 他突然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那些早已准备好的九大罪状 都堵在了心里 林了面对父亲的尸体 只有一句 我的到来杀死了你 从头到尾 他都保持着一种倔强的姿态 他终于耗死了伤害他的人 回程中 因为记者打电话 问他父亲自杀的事 他发生了车祸 明明有很多人可以求救 但他把电话打给了老王 他想验证一件事 如他所料 老王前来救他 他胆子大了起来 借着包扎伤口勾引老王 要回答我 如果您有什么 你为什么做那么大事 是必要的 意料之中 撤掉面罩的老王不行 他感到报复的快感 他甚至趁王太太不在家 受邀前往老王的地下室 他将他拉进门 强硬挥拳 但当他摆出一副 全盘接受的架势 他又不行了 接着他反向老王挥拳 果然在暴力和恐惧中 老王才会来感觉 米歇尔觉得 自己清楚游戏怎么玩了 就这样 老王成了米歇尔的新炮友 因为米歇尔的双亲都死了 他去把老房子挂牌出售 碰到小白脸 再和另一个女人happy 小白脸不仅毫无悔意 还踩了他的拐杖 说炫耀自己 给他老爸戴了绿帽 米歇尔没有回应 他告诉自己 这恶意是针对他父亲的 但他还是郁闷 正好光头哥 打来电话要约炮 一炮过后 他感觉好多了 但随即要求 结束肉体关系 因为闺蜜发现了端倪 比起炮友 米歇尔更在乎闺蜜 一个几十年的贴心密友 加上事业伙伴 另一边 小米因为丢了工作 被乔西赶到米歇尔家 小米说 他的车坏了 乘地铁来回要两个小时 对身体不好 就辞了工作 他还带了小孩来米歇尔家 打算自己抚养 这完全说不通嘛 而且这明明不是你的孩子 米歇尔大怒 正好乔西过来要孩子 小米怕伤着孩子 动也不敢动 看到小米这样 米歇尔好像明白了什么 因为通勤时间太长 就辞去工作 明明是为了有更多时间 陪伴孩子 毕竟把孩子交给乔西 太让人不放心 父亲一直是米歇尔的心病 冰冷如他 也会对脚边奄奄一息的 麻雀伸出援手 更别说他儿子 随着游戏顺利发布 他将组织清宫宴的活 承包给了小米 如米歇尔所愿 前夫跟仙女友分手了 原因是仙女友 把另一个聪明作家的书 当成是前夫写的 让前夫大受打击 米歇尔感到好笑中 带着点怜悯 便让前夫跟项目负责人 重新谈谈 他那个游戏世界观 说不定能达成合作 而对于依然 觊觎自己的光头哥 米歇尔决定 给他一个狠的 他向闺蜜坦白了 跟光头哥约炮的是我 已有半年多了 闺蜜一下明白过来 把所有的怒火 都发泄到了光头哥身上 打赢了这一场 米歇尔觉得自己 有无穷的能量 他决定让老王 送自己先回家 走前把自己 车钥匙交给了儿子 回家后 老王果然 靠死成黑衣人出现 米歇尔先假装 反抗一阵拖延时间 随即来到一宽敞的房间 挑衅式地直视老王 老王直接扑过去 与此同时 小米收到米歇尔 走之前的暗示赶来 老王艰难抬头 一脸懵逼 而米歇尔嘴角 浮起笑意 借助老王这个倒霉蛋 他帮不成器的儿子 完成了蜕变 几天后 王太太搬走了 米歇尔前去寒暄 他没想到 王太太早知道 老王背后的一面 老王是个好人 只是他的灵魂 一直受着折磨 透过王太太 米歇尔仿佛看到了母亲 一个变态的妻子 默默忍受着 不能说的一切 她来到母亲的墓碑前 送了花 转头闺蜜来找她 闺蜜说 光头哥自那之后 就一直酗酒 她打算和光头哥离婚 那之后怎么办 米歇尔问 不如就和米歇尔 一起住吧 米歇尔笑了 大风大浪过后 最幸福不过 知情之人的陪伴 就像米歇尔在家 空出一个婴儿房 让小米和乔西 搬进去住一样 这个受家庭所困的女人 终于自己 重建了一个家庭 这就是米歇尔 在这场灰险游戏中 给自己留的后手 好啦 我是小明的媳妇 别走开 还有广告彩蛋 Live Long and Pros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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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K星人 请点击置顶评论链接 或前往K星人的店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